哈囉大家好我是Louis OK 那我們今天要延續上次關於台灣的這個話題 我覺得蠻好的老實說 但是如果上一支所說的 我不會把政治的話題的這些因素等等的給帶進去 然後基本上這些都是我的我個人的見解 OK 我覺得可以蠻值得跟分享討論 沒有什麼啦 我覺得蠻值得跟大家一起討論這件事情的 畢竟台灣算是在世界上少數複雜的這一種 啊 國家的一種背景 對吧 好 但是呢 在先前我想要先跟大家簡單的做一個遊戲 OK 來 這個人是哪裡人 OK 貝克漢 英國人 對吧 這個人是哪裡人 OK 梅西是阿根廷人 對吧 好 那這個人是哪裡人 喔 基本上他是 不是基本上就是美國人 對吧 好 這個人他是哪裡人 可能有些人不認識 OK 他是法國人 OK 好 那在螢幕前的觀眾們 你們是哪裡人 我想先問你們一下 來 直接回答我 OK 然後你們自己聽一下你們自己的答案 OK 我相信有很多人 呃 不一定很多人啊 我觀眾群沒有那麼多 OK 或許有些人是來自馬來西亞 或許有些人是來自於新加坡 或許有些人來自於中國大陸 OK 或許等等 或許有些人來自加拿大等等等等的 但是來 讓我聽聽看 有多少人在這一刻 他自己說了 喔 我來自台灣 OK 好 我相信 百分之九十九的人 我不確定我沒有那麼高 但是 非常大多數的比例一定都會聽到 你獲勝他們自己會講 喔 我是台灣人 對吧 好 那麼現在我們延續下一個階段 來 呃 當然很多人會覺得說 啊 台灣只是 只是中華民國的一個部分 就像 金鵬 什麼 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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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 鵬 金鵬馬 我不知道那個說什麼 OK 把你們都知道我要說什麼 喔 OK 好 但是來 有一個問題喔 那為什麼他們如果是金門人的話 喔 我 我 他們 他們也應該說我是金門人嗎 which 這個 這個觀念是不對 他們應該還是會說我是台灣人 大多數的人 我不要說全部大多數的人 對吧 好 那麼其實你們想過 其實大家已經莫名的把台灣這兩個字 已經植入在心裡把它變成一個國家的感覺了 我說的沒錯吧 來 不然的話 你剛剛 如果你不認同我所講的 來 我先跟你們說 你們剛剛應該會說 喔 我是中華民國人 我認為是這個樣子 既然你不視為台灣是在你心裡其實有一種國家感的話 你可能會說 你應該要說出我是中華民國人 為什麼 因為我前面上述所玩的 其實你看 這些什麼美西拉等等 我是在 我是在用國家的方式詢問大家 用國家的方式 那你回我一個喔 我是台灣人 然後你不認同台灣 你心裡自自我不認同台灣是一個國家的時候 你為什麼要說出台灣人 這個是文不對題的 這個是邏輯是 有點像是說喔 我來自台灣 好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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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不要在台灣再舉例 我來自西班牙 那你來自哪裡呢 然後你可能回我 喔 我來自巴黎 喔 我來自倫敦 這個概念不一樣的 我說我來自西班牙 你怎麼會跟我講你的城市 不對吧 有點怪吧 OK 好 但是我不想要講得這麼絕 OK 這個只是一個大家的心裡的一個認同感 在某一方面 其實你已經認同了台灣 台灣它確實是一個國家了 但是又有中華民國上的問題 對吧 好 我想要這樣子說 當然台灣是不是中華民國 也確實是 OK 所以對我而言是 中華民國基本上等於台灣 對我而言 當你 如果你男人說 說出 那個 假設 假設 我們去到國外一個場合 真的有一個老外說 有沒有人是中華民國的人 我會舉手 我說我是 這樣子 但是有沒有人是台灣人 我也會舉手 我說我也是 對吧 OK好 這個是我的概念 所以其實我兩邊 中華民國跟台灣 這兩個字 我都是認同的 但是 但是 我出去在自我介紹 講我自己的時候 我會說我是台灣人 我不會說我是中華民國人 OK 這個概念我們先有 OK 所以對我而言 以我的概念而言 中華民國等於台灣 對我而言 OK 好 那 這個背後的經歷故事 我要不要講 好 我覺得可以聊一下 其實我覺得 你要說你是台灣人 你要說你是中華民國人 我不認為 有錯 畢竟 對我們 而言 我們就是在這一片 土地上面生長的 OK 然後 我們都是這一片 土地上的人 但是當然因為 台灣這片土地的 那個 被歷史背景很複雜的 一些事情 導致感覺有一點點分裂感 但其實我覺得不需要 OK 我覺得不需要 因為 其實都是自己 我老實說 OK 我不會因為一個人跳出來 跟我說 我是認同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 什麼什麼之類的 恭喜你 我覺得他很棒啊 但是我們是同一片 我不會因此不跟你交朋友 對吧 所以我覺得不需要 變得 無論是你是台獨 無論是你是華 是叫華獨嗎 我覺得都沒有關係 其實我們都是 為 我們都是為了同一個東西 再打拼 再努力 讓國際上承認 中華民國跟台灣 對吧 好 我講一下我之前 小時候的一些經歷 跟歷史 為什麼會 我會這麼認知 把台灣放大成這麼大 這麼強 OK 其實原因很簡單 在小時候 我是在90年代初 我不是說民國 我是說西院 OK 90年代左右 90年代 90年的時候 差不多 我去到西班牙 當然當時 當時都說 你來自哪裡啊 什麼之類的 我覺得他們有很棒的一個點是 他們不會看我說亞洲面孔 說啊 中國人 不會 不會 這個英文的 我們等一下也來說 他們說 你來自哪裡啊 我會說 我來自台灣 我是台灣人 他們開始會疑惑一下 但是你不要以為 這個時候說出中華民國 Republic of China 他們就會知道 No 其實你要說什麼 Formosa 你要說福爾摩沙 他們說 Formosa 我知道 所以 你說出 Republic of China 他們會誤認爲什麼 就是 中共 啊 中國 不要說中共啦 OK 我不想說是中國 OK 中國大陸好 我們簡稱中國大陸好了 OK中國大陸 所以是會讓人家誤會的 當你說出Republic of China 說人家會誤以為 你會 你是來自於 啊 中國大陸 OK 所以其實我們不是啊 我們 其實你去國外的時候 你那個民族性 對好我們都是同一個種族 我們來自於中國 沒有錯 OK 我們都是從中國搬遷大多數的人 OK 但是這個是歷史了 OK 我認為這個是歷史了 不需要把它放到 這些歷史 不需要把它放到我們現在的認同感 OK 我覺得不需要 OK 來 你說啊 你忘記什麼 你這個 Pay Gugina 什麼之類的 被判啊什麼之類的 因為其實也沒有發生很久 然後老長輩的 怎麼樣 你就 我覺得好 好不需要到這麼嚴重 OK 你看 日本 在統治台灣的時候 我們 我們 其實那些老一輩的人 是很怕日本人的 甚至有些人可能是很恨 很恨日本人的 對啊 但是你看我們現在台灣有都在日本 就是我覺得這個東西把它放到歷史吧 你 你不需要把過激的仇恨 一直一直把它記在現在 我們知道有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也過了 我覺得OK 嗯 日本其實基本上也 也算是對台灣很友好了 他們有感覺上 感覺上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 但是我覺得他們感覺上 也很努力的在對這一塊 我覺得日本跟台灣是非常友好的一個狀態 我們不需要把過去的一些仇恨 一些的東西給拉出來 我覺得這是非常沒有必要的事情 現在人我覺得 能多一份愛是一份愛 能少一份仇恨是一份仇恨 OK 好 我就這麼簡單的說 我就不要把過去的東西拉出來到現在來講 這種情緒啦 過去的情緒啦 OK 我覺得 尤其又是上一代的情緒 其實跟我們這一代情緒其實沒有關係啦 對吧 OK 如果能夠理解的就能夠理解 如果不行的可能 心中還有一些仇恨 放不下歷史的悲憤 OK 那我只能說 那比較痛苦的會是你啦 對吧 I'm sorry 抱歉 OK 好 那基於以上這些種種的 我從小在我心中其實已經植入一個 喔 我是台灣人 其次 喔 我是福爾摩沙人 反而是這樣子喔 因為 我每次交到新朋友的時候他們就 你是哪裡人 我說說你在台灣 我是台灣人 哪裡 我說福爾摩沙 我知道 大家都知道福爾摩沙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 西班牙嘛 葡萄牙嘛 發現我們是葡萄牙人嘛 然後 然後路過走了嘛 西班牙有殖民殖民過北部嘛對不對 所以可能 他們會以福爾摩沙為 來認識 台灣這座島 OK 所以他們比反而比較知道福爾摩沙 OK 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 好 那其實我覺得 像剛剛的那個英文的國號 有些人說 啊要改國號的問題啊 什麼之類的 我覺得 來 我老實說 我認為啦 英文的國號要改一下 我老實說 國號 中文的國號 你要用中華民國 棒 你要用台灣 棒 你要用福爾摩沙 棒 我覺得都很好 我覺得非常完美 就是要怎麼樣拿出一個中文的國號 來讓所有台灣人認同 或者說 啊雖然我沒有那麼認同 但是 我也覺得我不排斥 我覺得可以 OK 不需要到所有人都認同 民主國家大家選出來 OK 就這樣子 OK 就是我覺得要選中文國號 來確認我們在國際上的地位嘛 OK 好 那其實這三者對我來說都可以 福爾摩沙 台灣 中華民國 我覺得沒有關係 主要是我們在台灣 包含金 金鵬馬 我不知道這樣講說對不對 金 金 好啦 所以你們知道我的意思 OK 我們要找出一個認同感 我們這一片土地上包含金馬鵬 的一個認同感 OK 然後舉一個國號 確認一個中文國號 中華民國 台灣 我覺得都很棒 但是因為要改掉 來 如果剛剛說的 China Chinese 或者是 或者是 在西班牙語是 Chino China 這個字 其實 它在90年代的時候 它是一個 對白人要歧視亞洲人的歧視的字眼 OK 所以 我不太願意用這個字啊 OK 我只能說 中國大陸的朋友抱歉 就是 我不是要故意講這個東西 但是 確實 這是我確實真實的經歷 OK 他們 在歧視的時候 真的會把眼皮拉成這樣子 然後 China China Chino 什麼之類的 他們就開始這樣嘲笑你啊 其實它就是種族歧視的一個啊 所以為什麼我不願意 在 中文裡面 英文裡面 會有出現任何 Chinese 或是Chino China 我用西班牙語 畢竟我是西班牙語為主的頻道嘛 OK 等一下 訊息跑出來 我用西班牙語 畢竟我是西班牙語為主的頻道嘛 Chino China 那 它這個歧視的字眼 然後我還把它這個歧視的字眼 把它當作自己的國家的英文國號 這個我不太認同 OK 來 ROC Republic of China Republica de China 就是 我寧願感到 你看 中華民國 Republica de中華 我都覺得更好 我都是說 我就覺得更好 我覺得就不要再拿 Chino China了 Republico de中華 我覺得這個很棒 OK 中華 對啊 英文拼得出來啊 中華 對啊沒有問題啊 所以我覺得這個反而更棒耶 比Republica de China更好 我覺得China這個字我們就不要沿用了 這是我的認知 好 以上 我把我的概念想法講完了 我們來回答一點點 上一集網友的一些問題 OK 來這邊第一個 台灣不是一個國家 中華民國是一個國家 台灣只是中華民國的一部分 此外還有澎湖 金門 馬祖還有海南諸島 這個我認同喔 不過我沒有說不對喔 但是這個問題就是我剛剛說的 當我問你 你是哪裡人的時候 你心中講的是 我是中華民國人 還是我是台灣人 這個其實是一個自我認同的問題 我們中華剛剛說 我相信90%甚至以上的人都說 喔我是台灣人 OK 自我認同的問題 OK 但是他說的這句也是沒錯的 確實 你要很嚴格說起來 台灣其實是中華民國的一部分 這個我認同 完全沒問題 OK 這沒有毛病啊這一題 OK好 開洛宣言 開洛宣言 好好好 開洛宣言 我就覺得 好像有兩個問題 關於開洛宣言的吧 好我們先回來了 這個比較簡單 他說 其實想證明台灣是否一個簡單國家 回答三個問題 我敢說任何一個人 任何一個台灣人都答不出來 好第一個問題 台灣什麼時候建國 第二個問題台灣哪個城市 宣佈建國的 第三個問題 台灣國的任總統是誰 好 如我剛剛所說的 基本上對我們而言 台灣在我們心中的自我認同 台灣等於中華民國 所以呢如果這一題 我們中華民國回答 三個都有了 OK所以 不太需要去延伸了吧 OK 這個是我覺得 來這個是台灣人心中的思想 OK 其實就是因為 我們其實是 基本上是屬於一個獨立國 但是在國際上又沒被這麼承認 我們又包含所有獨立的條件 其實是所有的 OK 然後我們是擁有自己的政府 也沒有受任何其他的政府來操作 對吧 OK 這條非常複雜的歷史背景 而演變成這個樣子 所以台灣等於中華民國 我覺得可以 那其實他這邊如果台灣等於中華民國 沒有問題 這都可以回答 OK 建國好像是191 幾1912吧 中華民國啦 OK在中國大陸嘛 建國的時候 那城市我真的不知道 OK我說過的歷史沒有那麼好 但是當然一定有一個建國 好像是什麼愛心絕羅 什麼接下來 然後變中華民國 什麼之類的啦 我不是很知道 OK 第一任總統 民選總統李登輝嘛 對這個大家都知道 OK我先講民選總統喔 OK 好所以這題我們結束掉 好這個 開羅宣言關於日本歸還 關於日本歸還 關於日本歸還台灣中華民國的問題 啊 初稿表示啊 被日本人 被信棄的中國領土 然後日本之後台灣當然 李英當歸還中國領土 好沒錯 來來來來來 我覺得這個很值得探討 來 我又重新去翻了 所謂的開羅宣言 OK 其實 呃這樣子說 以歷史來說 開羅宣言它本身是有一點問題的 OK怎麼說叫做有一點點問題 他就是因為有問題 才會被很多人質疑說 這個到底有沒有法律效應 這個到底是不是合法的 完整的一個法律 完整的一個宣言 一個合約 OK 正是他有這樣子的問題 才會被別人質疑嘛 對不對 但是來 在某些人心中 他是合乎法律效應的 在某些人心中 他是不合乎法律效應的 OK 所以 所以這個問題的本身 好我們再來看下一個 等一下 我覺得一起回答 呃這個 好這個很長 哦 OK反正就是 二戰結束後呢 台灣就是歸 日本歸還 台灣 然後歸還給中國政府 不是美國 更沒有什麼美國托管的部分 blablabla 然後他叫我去考察一下 呃台北中山堂歷史 啊然後 日本是想輸給中國人 還是美國人托管 是不是 來這個我 我不認為是台獨的偽命題 OK 我我其實很簡單的來說一下 我去查的 我去看的 以及我的任 這是我的認知 如果這個是你的認知 我覺得非常好 我覺得你可以 你可以保留這個 但是我想要講我的認知給你聽 來 呃 我稍微查了一下 在我的認知裡 中華民國當初 戰勝嘛 對不對 戰勝的原因是什麼 他只是 他只是同盟國 OK 他只是同盟國而已喔 那日本 對日本來說 欸 這個是文緣馬關條約 被割讓出來的 好 那我歸還 行不行 那你說 那你說美國沒有能力托管嗎 如果 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條約 不是什麼條約啊 那個宣言 開羅宣言 開羅宣言 為什麼 要羅斯福總統跟英國首相去同意這個開羅宣言 來讓這個開羅宣言成立 如果 如果 美國總統羅斯福當下是不認同的咧 如果 美國沒有 是不能夠托管台灣的話 為什麼 為什麼 需要必須經過 美國總統跟英國總統的同意 為什麼 啊 這表示說他們是有能來 我們我們 我們來做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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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邏輯 OK 新增一個邏輯 當 打仗的時候 OK 我們非常不希望這件事情發生 當打仗的時候 在那個年代 輸家 當然就輸了嘛 可能要做 會被 會賠償啊 什麼割讓 甚至割讓土替 甚至被征服 OK 然後有另外一個問題的存在是 那個詞 我有點忘記了 它叫做主要的接管權 中華民國 美國那個時候贏了 是屬於主要接管權 為什麼它會變主要接管權 因為它是帶頭老大 OK 如果今天沒有美國的話 基本上 或許 那一場戰爭 可能會輸 日本應該會可能會贏 如果 美國沒有出面的話 OK 所以美國出面了 它變成主要 的那個什麼 主要的接管權 中華民國只是剛剛好 是因為同盟 所以它變成次要接管權 OK 那 那美國總統就跳出來 就說 我覺得台灣這個地方 其實 那就歸還給中華民國吧 OK 我們查到歷史的一些說明 說法是說 其實當下在英國 英國首相 是不同意這件事情的 因為這個開羅宣言是中 英 美 所成立出來的 好 所以呢 其實然後 其實美國正要讓這一件事情生效的時候 就是簽署文件的時候 就發現 就發生了國共內戰 所以就 就那個 中華民國就逃到 台灣來吧 OK 所以來 我來跟你說 這個並不是偽命題 我覺得正是因為 我覺得你 你 你有你的邏輯 我沒有問題 日本詳述是寫給中國人的 好中華民國 但是我跟你說 美國人可以不同意 英國 英國可以不同意 OK 所以其實真正的權在誰手上 美國人老大手裡 啊 OK 好 所以你要說去考證歷史啊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邏輯上的 這是我的邏輯 你可以有你的邏輯 我覺得沒有問題 你看 有多少發生 所以理應當歸還給誰 現在法國 現在法國還是不 那個日不落帝國 他在整個世界版圖 都還有一些小島 那你說他有歸還給誰嗎 理應歸還給誰嗎 沒有啊 也不需要啊 對他們來說那個就是我的啊 對不對 你看可能 可能什麼 在哪裡還有法國區 那你說那個之後 啊 好了算了 歸還給也沒有啊 對不對 我覺得沒有理應說 一定要 一定要歸還給誰的這個問題 我覺得不是這樣子 這個是戰爭上面的問題 OK 戰爭跟國際法 其實你去查一下 你去查一下 你應該就知道我在說什麼了 OK 好 那麼沒錯 欸 台灣的確上 台灣的確在一切上是個國家 沒有錯 但這個國家是中華民國 是中國來 呃 我不太願意把中華民國叫做中國 OK 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 中國有一點 是中國大陸的感覺 啊 所以我覺得我裡面叫中華民國 而不是中國 OK 好 啊 不是台灣共和國 當然不是台灣共和國啊 這個為什麼要這樣說 OK 台灣的護照把台灣放 你看你自己用了台灣的護照把台灣放大 其實你應該用中華民國的護照把台灣放大 哦 前面的台灣 所以你看其實你自己心中已經有一點點 算同台灣是一個國家改了 你自己已經在這樣子做了 OK 然後你看中華民國縮寫說到小 OK 好 能不能改變台灣的國號為台灣還沒有法源 沒錯 目前是 改國號就是要獨立 其實來 來 我這樣說台灣 或中華民國目前其實是獨立的 只是我們現在一個問題是 沒有被這麼多的國家認同跟承認 OK 這台面上私底下有沒有 當然有 OK 你去那些地方免簽啊 對吧 你去人免簽的一百四五十個國家免簽國 所以他們私底下都承認你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無論是你用台灣還是中華民國 當然是如果你真的出國的話 盡量不要用中華民國 因為他英文的國號 是很容易讓人誤會的 或者那 雷海剛會覺得 Republic of China 那你需要簽證 OK 他們可能會誤會 但是你說台灣 就像我那個時候說一個例子 我們那個時候 我們飛去巴西的時候 OK 然後 然後 然後那個什麼 我跟我老婆 我們我們好 因為我有抽煙的習慣 所以呢我做長遠的飛行 我覺得很難受 然後我們到 阿姆斯特丹 OK 阿姆斯特丹 到阿姆斯特丹之後 我一直在找吸煙區 然後但是沒有吸煙區 所以我只能說好吧那怎麼辦 我就問人 他們跟我說來 這個是一個無煙的機場 所以呢 如果你們要吸煙的話 你們可能要出境 你們要入境 OK 入境 入境荷蘭這個國家 然後去外面抽煙 我就 好吧 雖然有點麻煩 但是 我拿著台灣的護照 面前 OK 我去海關的時候發生了一件事情 這個是很細節 我沒有說 OK 但我現在把它說出來 因為我的是舊護照 所以當然還有Republic of China 然後綠色的嘛 但是我老婆的是新護照 就台灣放很大嘛 OK 我一拿給她的時候 她說 她一看 她一看護照的封面 她說 China Republic of China Isn't it red? 她說不是紅色的嗎 我說 No it's Taiwan 然後她 然後看了封面 因為我老婆是新的 台灣變大 然後那個中華民國 Republic of China 小道 那個在圓圈圈裡面嘛 小道她可能就 喔台灣 她沒問題 卡卡過 她看她認同的是什麼 台灣這兩個字 OK 台灣的英文 而不是Republic of China的英文 OK 所以其實海關他們自己 當時是在阿姆斯特丹 OK 所以阿姆斯特丹海灣 我說你們要進去做什麼 你們晚一點就飛機耶 這樣 當然我用全程式英文 OK 不要誤會 OK 我說因為裡面不能抽煙 我想出去抽籽煙 她就笑了一下 她就說 GoGoGo GoGo 祝你們抽煙愉快 其實非常的友善 OK 非常友善 只是她一開始看到那個 Republic of China China的時候 她有點愣住就 感覺怪怪的 新護照 大台灣 然後她看到我的舊護照 其實下面有個台灣 OK OK 沒問題 只是我剛剛解說的是新舊方面的問題 她說 OK沒問題 所以來 就我說的 國號 中文的國號沒有意見 但是我 中文的國號我覺得不能是中國 OK 中華民國可以 英文的國號 不要有China China 不要有這個字 其實 我覺得會更棒 OK 我覺得沒有錯 她說了這邊 她說獨立要有實力 其實我覺得 台灣很有實力 要是打一場獨立戰爭的實力意願 台灣 來來來來來 我來說明一件事情 獨立 對這個觀眾而言 我讀到的喔 對他而言獨立就是要打仗 OK 對我而言 我們現在什麼年代了 OK 來 獨立就是要軍事實力 有多少軍事實力 比台灣差的國家 她 她是獨立國 所以其實獨立跟軍事實力沒有關係吧 OK 甚至中美洲是哥倫比亞還是哪裡 他們連軍事都沒有 OK 他們是沒有軍事的 他們沒有軍力的 但她是獨立國啊 OK 但是現在台灣發生一個狀況是 當然 中國的政府想要吃掉台灣嘛 對不對 有一點這種感覺嘛 對吧 所以我們必須要提防我們自己的 自己的武力啊 我覺得啦 OK 來這樣子說 你看這個就是我為什麼有一點在感覺說 霸凌的人永遠都會被霸凌 我不是要怪那個受害者 OK 其實 你如果一直被欺負 你如果一直被欺負喔 那 我做個比方 以我來說 如果我一直被欺負 我一直被打 我一定會慢慢的開始健身 我一定會開始慢慢去學拳擊 我一定會慢慢開始去選跆拳道 我小時候還沒有被受欺負的時候 我就在學武術了 因為是個興趣 我覺得 我要能夠保護自己 我在還沒有被欺負的同時 我已經先這樣子做了 OK 在國外 是真的 這是真的事情 這是我真的從小有在做的一件事情 我學過跆拳道 我學過和氣道 而且我學過那個什麼 仿真術 OK 但只是一些基礎 而不是說非常強的那一種的 OK 沒有 但是這些我都在西班牙學的 因為一 我有興趣 二我覺得我要懂得保護自己 但是那個是我還沒有在被任何人欺負的狀況 我有非常多的好朋友 OK 那 以一個 單一一個人 都有這樣想法的時候 其實 你在你自己國家 也應該具備這樣子的 這樣子的能力啊 好 我受欺負 那我必須要 增強我的實力 沒有錯 但是來 我來問台灣人民有多少人 覺得 你不要再 你不要再增強自己了 你這樣子是在挑釁 OK 那所以也就是說 當你被欺負的 假設啦 我只是 當你 國中被霸凌 假設被霸凌 被欺負被打的時候 你就一直任由他們欺負 跟打嗎 也不對嘛 對不對 好 你可能被霸凌了 你會去找老師告狀 欸老師他欺負我 老師有可能跳出來 就 欸好 調解和解 欸你不可以這樣子 那這個老師是誰 其實就是美國啊 OK 我舉這樣的例子 你們可以理解嗎 你受欺負了 如果你甘願一直被受欺負 台灣遲早會屬於 中國的 但是你要做出什麼樣子的 保護自己的一些能力 一找美國 二 你現在找美國可以救我嗎 OK 然後二 你要武裝自己 當或者是說 你兩件事同時進行 這才是最有效的嘛 所以武裝自己跟 欸 跟老美搞好關係 我覺得這是必要的 但你說老美是不是真的對台灣這麼友好 我老實說老美也很陰險啦 只是沒辦法現在再找他們嘛 OK 為什麼說老美陰險 來 剛剛我們回到那個開羅宣言 開羅宣言 其實 來在國際法 在國際法上面 一個約一個宣言 他不一定需要 呃 呃就是簽署的 OK 不一定 但是 嗯 開羅宣言是因 因美跟中嘛 OK 那中 就是中華民國 他那個時候是接收的 OK 好 在美國 美國 呃開羅宣言 他算沒有簽署 呃那是當時候的簽署 但是他已經被納入 就是美國的一個一個資料庫中 通常被納入那個資料庫就表示 在美國是承認 這項法律的 這項是合法的 在美國 啊但是為什麼會有 為什麼說一直有 有爭議 一這個是當時他們認為是這樣子 二 英國其實不同 英國當初其實不同意 把 把台灣 擱讓給 把台灣擱讓給中華民國 英國當初其實是不同意的 你去找歷史資料 會有的 OK 好 所以呢這個在英國方 他們其實 他們沒有那麼承認 這件事情 但是他們也無所謂啦 因為那個 如果說那個是時代的那個了嘛 已經是過去式了嘛 所以 OK 開羅宣言被拿出來炒作的爭議性 OK 好 那既然美國承認 這一條法律 OK 為什麼美國今天 依然他還是私底下 啊現在我們去美國旅遊也免簽了嘛 對不對 但是美國 美國還依然是有一點 在遊走邊緣 就是啊我有點承認台灣 又不太承認台灣這樣子的感覺 主要是不要惹太惹怒中國 但是雖然美國現在表態也越來越 越來越明朗 啊只是說 美國依然說 欸我還不鼓勵 台灣獨立 正式獨立 但是台灣明明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所以你看他們其實是在玩很很陰險的棋啦 OK 但這都很多政治操作很多國際上跟國際上 呃可能他們想要保有自己我覺得最好 當然要保護自己的國民要 要有自己國的利益當然啊 這是一定的啊對不對 哪個國家不是這樣子的 OK 好 以上差不多是我想說的 以及我想要分享給大家我的我的邏輯的 我覺得你可以覺得 你我我這樣說 呃你可以不用不認同我的看法 你可以不認同我的想法 但是來 一 我不是要來跟你們吵架的 我只想跟你們講我的觀點 讓你們聽聽不同的聲音 或許你會你會 你可以繼續支持你的觀點 我也非常支持你 你繼續支持你的觀點 OK 但是你要接受啊 其實有別的聲音 而不是用謾罵的 就是誰做的不好 就是因為他的錯 因為是怎麼樣 不是用謾罵的 OK 我非常樂意大家把 把他們 把你們自己的想法概念 打在評論區 跟我們分享 我非常樂意 但是只要是謾罵跟提到政治 這個是 我會拿 我可能會特別拿出來 喔 然後再講 覺得 其實這樣可能會不好 OK 好 或甚至我可能會問不要兇的態度來 但是來 我覺得大家今天是一個和平 的討論 我們今天大家是一個 純粹 交流 互換想法 OK 好 那麼今天就先到這裡 我們下次 還會不會再有 不知道啦 就是看你們的留言吧 你們要不要提供我題材 好啦開玩笑 好啦 掰掰